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第一步的计划已经顺利实现,而现在就该采取第二步行动了。 那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按摩族强者还没有彻底从那恐怖的爆炸中回过神来,就见到众多的按摩族傀儡朝着自己这边杀了过来。 见到这一幕,这些天眼镜巅峰的按摩族强者一时间心中都充满了无尽的愤怒。 这些该死的人族不但在这里设下埋伏暗算他们,还把他们伟大高贵的按摩族炼制成傀儡,反过来用这些按摩族傀儡来对付他们按摩族本身。 这对他们高贵伟大的按摩族来说,简直是难以忍受的挑衅和侮辱。 不过,这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按摩族强者虽然此时心中极度愤怒,但是见到那些按摩族傀儡杀将过来,他们也不得不迎战。 毕竟,这些按摩族傀儡已经不是他们的同族,而是已经被人族炼制成了对付他们的傀儡工具。 这些按摩族傀儡虽然都是天眼镜初期和天眼镜中期的按摩族尸体炼制而成,和他们这种天眼镜巅峰的按摩族强者在实力上还是相差非常巨大的。 但奈何,他们事先被那恐怖的杀阵给炸得重伤,而这些天眼镜初期和天眼镜中期的按摩族傀儡,数量又众多,对他们所形成的威胁还是挺大的。 毕竟,他们无敌的肉身防御已经在刚才的恐怖爆炸中被迫,在遭受外来的攻击的时候,比起肉身防御没有被迫之前,就容易受伤得多了。 眼见着五名天眼镜巅峰的按摩族强者,被众人操控着一众天眼镜按摩族傀儡,结成战阵团团围困住,楚剑秋又再次下令道,张成,末将在。 听到楚剑秋的叫唤,张成立即上前拱手攻身行了毅力,答应道,让机关营重将士准备,楚剑秋脸色沉冷地下令道,是,公子。 张成沉闻有力地应道,说着他取出通修令牌,对着一众机关营将士下令道,中将士听令,开始行动。 是,将军。 那些机关营将士在收到指令之后纷纷回应道,随着张成的命令下达,周围的天空中一艘艘巨大的云舟从暗中驶了出来,这些云舟悬浮在四周的天空中, 把五头天眼镜巅峰大魔族强者包围在中心,每一艘巨大的云舟上都装着一具具巨大的战争兵器。 这些战争兵器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散发着冰冷而肃杀的铁血气息,让人只是看一眼就不有感觉一阵心机。 这些战争兵器的数量达到了六七百巨,光是先天极品级别的,就有两百多巨。 六七百艘云舟把五头天眼镜巅峰大魔族强者包围在中央,那些战争兵器的炮口都朝着那五头天眼镜巅峰大魔族强者瞄准着。 动手! 楚剑秋见到那些机关营将士已经准备妥当,当即下令道,这就是楚剑秋的第三步计划。 先用众多的天眼镜按魔族傀儡,牵制住那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按魔族强者,然后用一众战阵甲兵对着这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按魔族强者狂轰滥炸。 在楚剑秋的一声令下,六七百艘云舟上的战争兵器在同一时间启动,朝着那五头天眼镜巅峰大魔族强者轰了过去。 六七百到巨大无比的光柱从那些战争兵器中积涉而出,朝着那五头天眼镜巅峰大魔族强者汇聚而去。 这一次针对着五头天眼镜巅峰大魔族强者的行动,比起之前楚剑秋攻打血魔宗老巢的时候,调动的力量可要强大得多了。 无论是在天眼镜按魔族傀儡上,还是出动的战争兵器数量上,都远非之前攻打血魔宗老巢时可比。 见到那一道道巨大无比的光柱,朝着自己轰击过来,格雷斯、理查兹等天眼镜巅峰大魔族强者心中不由大害。 从这些恐怖的攻击中,他们这一刻都感觉到了致命无比的威胁。 格雷斯等按魔族强者开始奋力地挣扎着,想要躲开这些恐怖的攻击。 但可惜的是,此时他们被人族众多强者操控着那些按魔族傀儡结成战阵,死死地缠住,根本就躲闪不开。 眼睁睁看着那些光柱,朝着自己的身上轰击过来。 这也正是主见求为何先让众人操控着那些按魔族傀儡,先把这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按魔族强者缠住的原因。 因为只有先把他们给围困住,机关营的战争假兵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否则,战争兵器要想击中天眼镜巅峰的强者,实在太难了。 天眼镜巅峰强者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一旦见识不妙,立即便会逃走。 但此时,这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按魔族强者,被那些天眼镜按魔族傀儡结成战阵围困在中央。 一时之间,哪里能够脱身,纷纷被那些战争兵器给轰了个正着。 数百道巨大的光柱,轰击在这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按魔族强者身上,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像。 耀眼的光芒,晃得众人几乎睁不开眼来。 恐怖无比的攻击使得那一片天空,再次被轰得崩塌湮灭。 可怕无比的能量余威,把一些围攻那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按魔族傀儡,都直接给冲击得粉碎。 当那耀眼无比的光芒逐渐平息的时候,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按魔族强者,情况显得更加凄惨了。 这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按魔族强者身上满是烧焦的痕迹,身上布满了伤痕,那些被撕裂的血肉, 东一块西一块地挂在身上,显得凄惨无比。 其中,有两头天眼镜巅峰的按魔族强者,更是当场逼命。 那两头在这一波攻击中被轰杀的按魔族强者,一头是理查兹,一头是梅威斯。 理查兹在黑暗之山边缘的那一站中,本就被摘绍员的自曝伤得不轻, 而梅威斯则是被姜柔放出的那具暗金色傀儡给重创。 虽然经过半年时间在赶路途中,他们的伤势也恢复了不少,但毕竟还没有痊愈。 本来就带伤的他们,在楚剑球所设下的可怕手段的接连攻击下, 他们两个终于扛不住,被直接轰杀了。 格雷斯、霍恩比和希格利德虽然没有死, 但是在刚才那一波攻击下,也只还剩下半条命。 撤,赶紧撤。 格雷斯红着眼睛怒吓道, 到了现在,格雷斯哪里还不明白他们被人族给阴了。 他实在没有想到,人族的实力和底约居然还这么深厚。 该死的贝鲁特居然敢在这种事情上欺骗他们, 让他们做出了误判, 一时大意之下,居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 被人族给重创到这个地步。 理查兹和梅威斯更是直接被人族给轰杀了。 这一刻,格雷斯的心中简直恨死了贝鲁特。 如果不是贝鲁特提供的情报有误的话, 他们绝不至于落得这般下场。 此时此刻,格雷斯哪里还敢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光是这接连的三波攻击就让他们损伤如此惨重, 而至今那些人族强者都还没有正式露面呢。 后面,人族都还不知道还有多少强大的手段在等着他们呢, 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恐怕他们都有可能会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见到理查兹和梅威斯被轰杀, 林醉山、段谦和和仁桓等人眼睛都是有些红了。 宅护法,你的大仇已经得报了, 你在九泉之下也可以明目了。 林醉山仰天长叹道, 在黑暗之山边缘的那一站, 宅少元正是被理查兹所中创, 而被逼得不得不自曝来为人族众人争取机会。 此时见到理查兹被轰杀, 林醉山心中自然感慨万千。 他在宅少元身上曾经觊觎过巨大的厚望, 打算把宅少元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他和宅少元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师一友, 他曾经指点过宅少元的修行, 宅少元也同样把他当作半个师尊看待。 虽然他和宅少元有时的理念不太相合, 毕竟宅少元在对抗魔族这件事情上表现得更加激进。 有时宅少元对他对待投降派的态度也很是不满, 认为不应该在投降派面前表现得那么软弱。 有很多次宅少元都建议, 给投降派那些砸碎一些颜色巧巧, 震慑一下他们, 让他们的行为收敛一些, 不至于太过放肆。 但他出于人族的大局考虑, 还是没有采纳宅少元的建议。 虽然他和宅少元之间有过这样那样的矛盾, 但是总体来说, 宅少元对他的尊敬还是没有变的, 依然把他当作半个师尊来看待。 所以, 对于宅少元之死, 林醉山是非常心疼的。 但可惜的是, 他却没有能力给宅少元报仇。 在这些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面前, 他能够自保已经算是不错了, 更不用说杀了这些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 为宅少元报仇了。 但是现在, 宅少元的仇却是由楚剑秋帮忙报了。 见到大仇得报, 林醉山心中欢喜的同时, 又是有几分伤感和痛惜。 此时, 眼见着格雷斯、霍恩比和西格利德想要逃跑, 林醉山目光顿时一冷, 语气冰冷地说道, 想逃, 做梦, 说着, 他率先朝着格雷斯, 霍恩比和西格利德杀了过去。 在见识过楚剑秋的手段之后, 林醉山此时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 即使他死了, 人族有楚剑秋在, 就可保无余。 以现在人族的实力, 多他一个和少他一个, 对于大局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他现在, 只想痛痛快快地杀一场, 宣泄这么多年来的憋屈。 这么多年来, 他为了人族的大局, 兢兢业业, 处处受到制守。 自己分明是人族留在中州的最强者, 但为了人族的大局着想, 连在战场上痛快杀敌都不敢。 因为万一他一个不小心陨落了, 人族没有人主持大局, 恐怕很快就会被魔族给攻陷前线, 使得人族的疆土陷落, 生灵涂炭。 而现在, 他终于可以抛开一切顾虑, 痛痛快快地去杀一场, 为自己活一次了。 因为, 如今人族已经有了比他更加出色的少年英杰, 已经用不着他来操心人族的大局问题了。 啊? 林盟主这是干嘛呢? 见到林醉山朝着格雷斯, 霍恩比和西格利德三头按摩座强者杀了过去, 楚剑秋顿时不由一愣, 有几分无奈地说疼。 他都还没有下令呢, 林醉山居然就擅自跑出去了。 一向沉着稳重的林盟主, 这次居然表现得如此冲动, 着实让楚剑秋有几分惊讶。 本来他还打算安排第四部计划呢。 而林族强者亲自出手, 这是楚剑秋安排在最后一步才会做的事情。 毕竟, 和天眼镜巅峰大魔族强者厮杀, 这可是非常凶险的一件事情。 能不让林族强者出手, 就尽量不让林族强者出手。 即使迫不得已, 最后要出手, 那也得安排在最后, 等到所有的手段进出, 把这几头天眼镜巅峰大魔族强者的力量, 消耗得差不多再说。 现在林醉山杀了出去, 倒是有点打乱楚剑秋原定的计划呢。 算了, 既然如此, 那就第四步行动和第五步行动一起来吧。 见到林醉山已然杀了出去, 楚剑秋也只好改变计划呢。 楚剑秋手一挥, 深周出现五十具暗金色傀儡。 去, 杀了那三头天眼镜巅峰那魔族。 楚剑秋对这五十具暗金色傀儡下令道, 金龙分身之前从东海的远古龙宫遗址中, 带回了一百多具的暗金色傀儡。 在青衣小童和炼气房的修复下, 如今已经修复了其中五十具。 其实, 这五十具暗金色傀儡最主要的, 还是由青衣小童所修复的。 纯于石和一中炼气房的炼气师, 虽然把这暗金色傀儡的结构和运行原理完全搞清楚了, 但是他们的修为毕竟太低了, 修复这种级别的暗金色傀儡难度实在有点大。 在纯于石和炼气房的炼气师修复了一两具暗金色傀儡之后, 楚剑秋见到他们耗费的功夫实在太大了, 所以便给他们留下几具暗金色傀儡作为研究之用。 其他的暗金色傀儡都被楚剑秋拿回来扔给青衣小童去修复了。 对于青衣小童来说, 只要给他足够的材料, 修复这种级别的暗金色傀儡也是小菜一碟。 青衣小童修复的这五十具暗金色傀儡至少有一半都拥有天眼镜巅峰的战力, 而且这暗金色傀儡的防御力方面还坚固无比, 比起一般的天眼镜巅峰强者都有着不小的优势。 在楚剑秋的命令下, 那五十具暗金色傀儡顿时纷纷朝着格雷斯、霍恩比和希格利德杀了过去。 见到这一幕, 格雷斯、霍恩比和希格利德脸色不由瞬间聚变。 当初在黑暗之山边缘的那一站, 光光是其中一具暗金色傀儡, 就把梅维斯伤得不轻, 他们很清楚这种暗金色傀儡的战力究竟有多可怕, 而现在居然杀出了整整五十具的暗金色傀儡。 整整五十具暗金色傀儡杀过来, 简直让格雷斯、霍恩比和希格利德心胆俱寒, 这一刻他们一颗心完全沉到了谷底。 他们真是没有想到, 人族的底蕴和实力居然还深厚到如此地步, 原本他们以为经过当年那一战之后, 人族的底蕴基本上已经耗尽了, 要不然也不至于让贝鲁特那一支角魔族大军支撑这么多年。 而且,据贝鲁特所说, 之前他们那一支角魔族大军还差点攻陷了人族大军, 在中州边将的防线直接攻入中州。 直到最近这几十年, 人族实力忽然大涨, 这才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落荒而逃。 但格雷斯他们又很不明白, 既然人族还有如此深厚的敌运和实力, 为何之前在黑暗之山边缘的那一战, 人族不拿出来, 而付出那般惨重的代价? 难道, 人族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仅仅只是为了欺骗他们, 让他们产生误判, 从而有敌深入。 格雷斯·霍恩比和希克利德虽然心中疑问重重, 但此时, 他们也顾不得去细想各种缘由了。 现在, 对他们最为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何活下来。 趁着那些暗金色傀儡还没有杀过来, 格雷斯·霍恩比和希克利德拼命朝着外围杀去, 但可惜, 在他们的周围还围着大量的天眼镜暗魔族傀儡, 把他们死死缠住。 在格雷斯·霍恩比和希克利德的拼命攻击下, 那些天眼镜暗魔族傀儡被轰得横飞出去, 也有些暗魔族傀儡直接被当场击毁。 在格雷斯这三头天眼镜巅峰暗魔族强者的拼命突围下, 一时间, 有五六十具天眼镜初期的暗魔族傀儡, 和二三十具天眼镜中期的暗魔族傀儡, 被他们击毁掉。 不过, 就在他们和这些暗魔族傀儡战斗的时候, 那些暗金色傀儡已经趁着这个机会迅速朝着他们逼近, 临罪山此时也同样杀到了他们的跟前。 在楚剑丘放出那五十具暗金色傀儡的同时, 段谦和楚湘天, 人寰公羊夜, 沈寒丘天凤公主, 于静和洛雪平, 鹿化小青鸟, 宫野岩胡白宁, 等一众人族的天眼镜后继强者, 也都纷纷朝着那三头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杀了过去。 见到这么多的暗金色傀儡, 和如此众多的人族强者杀制, 格雷斯·霍恩比和希格里德心中不有一阵绝望。 面对如此众多的暗金色傀儡和人族强者的围攻, 即使他们还在全胜之时, 都未必能够抵挡得住, 更不用说如今他们经过几波的攻击之后, 身受重伤只剩下半条命。 相杀伟大的霍恩比, 你们做梦都给我去死吧! 在心中绝望之下, 霍恩比目露凶光, 眼睛通红, 恶狠狠地怒吓道, 说着, 他身上骤然散发着耀眼无比的光芒, 下一刻, 轰然一声, 霍恩比的身体骤然爆炸开来, 恐怖无比的爆炸威力, 犹如海啸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在面临绝境之下, 这头天眼镜巅峰大魔族强者, 居然选择了自爆。 一名天眼镜巅峰大魔族强者的自爆, 威力之强, 是非常恐怖的, 一瞬间, 那一片空间被炸得烟灭塌陷。 见到这一幕, 众人连忙操控着那些暗魔族傀儡, 联手把这一股可怕无比的能量鱼拨给抵挡下来。 经过众人的一番努力之下, 最终, 总算把这一股可怕无比的冲击拨给挡住, 但众人付出的代价却也比较沉重。 天眼镜初期的暗魔族傀儡居然被毁掉了一百具, 天眼镜中期的暗魔族傀儡也被毁掉了将近五十具, 就连他防御力坚固无比的暗金色傀儡都在这股恐怖的爆炸威力之下被毁掉了十具。 但好在, 有这些天眼镜的暗魔族傀儡和那些暗金色傀儡把大部分的爆炸威力抵挡了下来, 人族强者倒是没有出现什么损失, 不过, 众人一时间也被霍恩比的动作给吓到了, 他们都没有料到这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居然都会选择自爆, 就连临罪山一时间也都不敢轻举妄动了, 他是想和这些天眼镜巅峰强者的暗魔族强者痛痛快快地厮杀一场, 但他可不想被这些暗魔族强者拉着一起同归于尽, 如果是在人族处于劣势的时候, 他一条命能够换一名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 临罪山自然乐意得很, 但现在, 人族完全占据上风的情况下, 临罪山可就不想干这种赔本的买卖了,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三头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基本上可以说是死定了, 他何苦去和他们以命换命, 在霍恩比自爆之后, 众人一时间倒是不敢再冲上前去, 而是操控着那些暗魔族傀儡去攻击格雷斯和希格利德, 虽然因为霍恩比的自爆让人族这边损失了上百具天眼镜初期的暗魔族傀儡, 和将近五十具的天眼镜中期暗魔族傀儡, 还有十具暗金色傀儡, 还有好一些傀儡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但还保存比较完好的, 也还有三百多具天眼镜初期的暗魔族傀儡, 和一百多具天眼镜中期暗魔族傀儡, 以及三十多具暗金色傀儡, 对于身受重伤,只剩半条命的格雷斯和希格利德来说, 面对如此众多的傀儡攻击, 支撑起来也同样艰难无比, 格雷斯,以后给我们报仇,就靠你了? 眼见着自己已经无法脱身, 直到今天已经绝无性力, 希格利德眼中也是露出一抹决绝的神色, 转头对格雷斯说道, 说着,希格利德匿运魔力, 轰然一声, 身体在下一刻爆炸了开来, 面对绝境的情况下, 这一刻, 希格利德也选择了自爆, 在他自爆之下, 恐怖无比的能量余威,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那些正在围攻他的暗魔族傀儡和暗金色傀儡, 在这股可怕无比的爆炸威力下, 纷纷被撕碎毁坏, 在希格利德的自爆下, 人族这边又损失了一百多具天眼镜初期的暗魔族傀儡, 和五十多具天眼镜中期的暗魔族傀儡, 暗金色傀儡也又损失了将近十具, 趁着希格利德自爆打开的包围圈缺口, 格雷斯拼命朝着外围飞去, 这是他能够活命的唯一机会了, 否则, 等到人族强者再次合围, 他今天就死定了。 狗贼, 哪里逃? 见到格雷斯想要逃跑, 众人顿时纷纷怒喝道, 但可惜, 刚才被希格利德自爆的冲击下, 众人操控的暗金色傀儡损失惨重, 暂时已经无法形成合围之势, 而当时希格利德的自爆, 众人又不敢靠得太近, 免得被那股自爆鱼拨轰杀, 此时对格雷斯的合围之势已经被迫, 无法形成完美的包围圈, 一下子被格雷斯趁着机会逃了出去, 但今天好不容易重创了格雷斯, 众人哪里会眼睁睁看着他逃跑, 随即, 临罪山断迁河, 楚湘天神寒丘, 天凤公主和于静河, 入化, 小青鸟和公野岩等人, 都纷纷朝着格雷斯追杀过去, 不过, 格雷斯虽然身受重伤只剩下半条命, 但他再怎么说, 好歹也是一名天眼镜巅峰强者, 在飞行速度上, 也不是断千和, 仁寰等一些刚刚突破天眼镜后期的武者, 所能够相比的, 众人追了一阵, 反而越追越远, 慢慢被格雷斯甩在了身后, 能够紧跟在格雷斯身后的, 只有沈寒丘, 临罪山, 入化, 小青鸟和公野岩聊聊几人, 而几人之中, 由于沈寒丘的速度最为迅速, 沈寒丘在突破天眼镜后期之后, 在实力上, 本来就已经不弱于天眼镜巅峰强者了, 而他又在南州, 使用22级剑翼翠体大阵苦修了几个月, 在楚剑丘不计成本的投入下, 他的境界稳固得极快, 如今沈寒丘的实力, 已经足以和顶尖的天眼镜巅峰强者媲美了, 只是追了一盏茶十分, 沈寒丘就已经追上了格雷斯, 沈寒丘手持紫霄金剑, 施展罗天大眼剑爵, 一剑朝着格雷斯劈了过去, 在沈寒丘来到南州的时候, 楚剑丘便让京一小童把罗天大眼剑爵也传授给了他, 以沈寒丘的实力和武道资质, 他很快就把罗天大眼剑爵修炼至第一重第十四世, 沈寒丘这一剑批出, 灵力无比的剑光划过天际, 把空间都分割成了两半, 灵力无比的剑光以无可匹敌的姿势, 静直劈在了格雷斯的身上, 格雷斯虽然看到了沈寒丘对他的出手, 但让他吃惊的是, 面对沈寒丘的这一剑, 他居然连臂都无法避开, 空弄, 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 格雷斯挨了这一剑, 被一剑劈飞数万里, 身上出现了一道猙獰无比的剑痕, 看着那手持紫胶金剑的少年, 格雷斯心中震撼到了极点, 这怎么可能, 人族怎么可能会出现如此可怕的强者, 眼前这少年在修为上只是天眼镜后期, 比他还低一个境界, 但从他刚才的那一下出手, 格雷斯却感觉到这少年的实力丝毫不亚于他, 即使在他实力最为巅峰的时候, 都不一定打得过眼前这少年, 暗魔族的战力即使在诸天万戒之中, 都堪称最为顶尖的, 几乎可以称得上同阶无敌, 在诸天万族中, 很少有种族能够在同阶之中击败他们暗魔族, 就更不用说越界而战了, 向来只有他们暗魔族越界战胜其他族群的强者, 而从来没有其他族群强者, 能够越界战胜他们暗魔族, 今天格雷斯是第一次见到, 一个秀为比自己弱, 但是实力不亚于自己的强者, 这一刻格雷斯是真的绝望了, 如果他没有受伤的话, 还有几分逃走的可能, 但在身受如此沉重的伤势下, 他又怎么可能在如此可怕的强者面前逃得性命, 今天他已经是注定难逃一死了。 在明白自己的处境之后, 格雷斯没有再打算逃跑, 因为他明白再怎么逃命也只是在做无用功。 挨了沈寒丘一见之后, 格雷斯非但没有再逃亡, 反而转过身来朝着沈寒丘冲了过来。 见到格雷斯的动作, 沈寒丘目光一明, 格雷斯的这番举动, 他哪里还不知道格雷斯的意图, 他自然不会蠢到让格雷斯近身自爆。 沈寒丘身形一闪, 远远避开, 然后手中长剑一挥, 又是一剑朝着格雷斯劈去, 一道又一道灵力无比的剑光, 在天空中交织成网, 朝着格雷斯笼罩过去。 在接连挨了数十剑之后, 格雷斯最终轰然一声, 身体向后倒了下去, 气绝身亡。 他一双眼睛瞪着沈寒丘, 眼中带着无间的不甘之色, 他沉睡了将近上千万年, 本来以为在苏醒之后可以亡者归来, 令天舞大陆的众多生灵, 匍匐在他的脚下, 但可惜, 愿望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他在苏醒过后, 非但没有迎来他的高光时刻, 反而被一名人族少年给硬生生砍死了。 在砍死了格雷斯之后, 沈寒丘身行一闪, 来到格雷斯的尸体旁边, 手一挥把格雷斯的尸体收了起来。 一名天眼镜巅峰强者的尸体, 可是有着巨大价值的。 这一战, 格雷斯的尸体, 可以说是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一具天眼镜巅峰按摩族尸体了。 霍恩比和希格利德由于自暴而亡, 自然不会留下尸体。 而理查兹和梅维斯在第二波战争兵器的攻击中, 尸体就已经几乎被轰了个稀巴烂, 用处也不大。 唯一算是保存的比较完全的一具天眼镜巅峰按摩族尸体, 反而是被他斩杀的格雷斯。 也只有这一具天眼镜巅峰的按摩族尸体, 才有炼制成傀儡的价值。 在沈寒丘把格雷斯斩杀之后, 林醉山入化, 小青鸟和宫野炎几人, 这才敢知。 对于沈寒丘和格雷斯大战的那一幕, 他们也遥遥看在眼里。 林醉山看了一眼沈寒丘, 直到现在他心中都依然震撼无比。 他实在没有料到, 楚剑丘的这具第三分身的实力, 居然强悍到如此地步。 对于沈寒丘的身份, 林醉山自然是清楚的。 当年沈寒丘在东周结石关的天外, 和虎山爆发的那场大战, 他还曾经降临过神念分身观战过。 只不过, 当初的沈寒丘实力虽然也很强大, 但却远远没有强大到现在这个地步。 这才短短几十年过去, 沈寒丘的实力提升的幅度居然如此大, 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果然不愧是楚剑丘的分身, 这五道天赋之强, 除了楚剑丘本尊之外, 真是无人能敌。 而且, 他刚才还注意到, 沈寒丘手中的那柄长剑法宝, 貌似也是一件化结神兵。 现在, 盗蒙拥有半部化结神兵的武者并不少, 大家对半部化结神兵的威力也都不陌生, 光凭半部化结神兵可无法发挥出那么可怕的威力。 龚叶严来到沈寒丘的身边, 目光不断地上下打亮着他, 眼中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楚剑丘的这具分身居然强到如此可怕的地步, 这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对于楚剑丘的几具分身, 龚叶严都见识过, 在沈寒丘来到南州之前, 楚剑丘最强的一具分身就是他的金龙分身了。 但楚剑丘的金龙分身虽然实力比他强, 但却也强得有限。 如果不借助其他手段的话, 楚剑丘的金龙分身想要击败他, 也需要耗费不小的力气。 但面对楚剑丘的这具第三分身, 龚叶严却感觉自己在他的手上估计撑不过十招。 这头天眼镜巅峰那模组已经被我斩杀了, 我们回去吧。 沈寒丘看了眼中人说道, 被龚叶严那古怪的目光打亮着, 这让他浑身不自在。 沈寒丘虽然是楚剑丘的第三分身, 但由于两人如今的心念不相通, 加上性格迥异, 他在面对龚叶严和小青鸟等人的时候, 自然做不到像楚剑丘那般轻松自如, 尤其是龚叶严和他相处的时候也没有多少顾忌, 这让沈寒丘感觉压力山大。 他和本尊楚剑丘并不一样, 楚剑丘身边的女人众多和龚叶严也打闹惯了, 所以对于龚叶严的一些动作, 他也早已习以为常。 但沈寒丘身边只有沈熙涵一个女人, 而且他用情极砖, 心中可容不下第二个女人, 再加上龚叶严那没什么顾忌的动作, 他也担心沈熙涵会产生什么误会, 所以沈寒丘自从来到南州之后, 便一直避免和龚叶严单独相处, 免得闹出什么尴尬来。 嗯,我们是该回去了。 林醉山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韩丘道友斩杀了这头天眼镜巅峰的按摩族强者, 对我们人族来说, 可是大功一见。 随即, 林醉山和沈寒丘转身朝着来路返回, 龚叶严和小青鸟却并没有急着回去, 他们看着沈寒丘离开的背影, 开始嘀嘀咕咕地平头品足起来。 青儿,你有没有觉得楚剑丘的这具分身有点石身叨叨叨的? 龚叶严看着远处离开的沈寒丘的背影说道, 嗨,楚剑丘本身就有点不正常, 他的分身石身叨叨的,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小青鸟挥了挥翅膀, 不以为然地说道, 嗯,你这么说了也对。 听到小青鸟这话, 龚叶严深以为然地说道, 你们两个别瞎说了, 少爷这具分身之所以和和少爷的性格竟然不同, 那是因为少爷的这具分身在孕孕的时候出了意外, 这导致他现在形成了独立的人格。 此时,一旁的入画听到两人这话, 顿时有些不满地说道, 青儿和小颜真是太过分了, 居然在少爷背后如此议论少爷, 这让入画很是不高兴。 入画姐姐, 我们刚才只是在说笑而已, 你别当真。 听到入画这话, 小青鸟连忙分辨道。 小青鸟和入画的关系虽然很好, 但是由于血脉上的压制, 它对入画不自觉就会产生一种畏惧。 即使是在面对楚剑秋的时候, 它都不怕, 因为就算惹恼了楚剑秋, 顶多也只是挨一顿揍而已。 但在面对入画的时候, 由于血脉上的压制, 它却不敢在入画面前表现出不静, 更不想惹入画不高兴。 我们赶紧回去吧, 万一楚剑秋迟迟没有见到我们回去, 他放心不下, 反而跑来找我们了。 龚叶炎也连忙转移话题道, 他也有点担心, 入画把这话告诉楚剑秋, 让他在楚剑秋那里又记上一笔账, 到时候又要挨揍。 他的实力虽然比楚剑秋的本尊强, 但是楚剑秋想要收拾他, 实在有太多办法了。 在楚剑秋收拾他的时候, 他不反抗有自可, 要是胆敢反抗的话, 绝对会被揍得更狠。 虽然入画并不是那种背后打小报告的人, 但是一旦涉及到楚剑秋, 他有时可就不会管那么多了。 林醉山和沈寒秋返回和众人会合的时候, 众人得知那头逃走的天眼镜巅峰的按摩族被沈寒秋斩杀, 心中都是大喜。 这一战, 他们人族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来犯的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按摩族强者, 全军覆没, 连一个都没有逃掉。 而他们人族这边, 却是没有损失任何一人, 只是损失了几百具天眼镜的按摩族傀儡, 和二十多具按金色傀儡而已。 对于这一巨大的战果, 林醉山、段千和、 公羊夜、仁寰等人, 在心中欢喜的同时, 又不有一阵感慨。 有没有楚剑秋参与的战争, 结果相差实在太大了。 当初在黑暗之山边缘的那一战, 由于正好碰上楚剑秋闭关突破飞升镜, 他们那一战损失惨重, 最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才为人族大军的撤退, 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而这一战, 由楚剑秋的参与, 在楚剑秋的带领下, 他们没有损失一兵一族, 就把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按摩族强者, 全部歼灭了。 对于这次战争取得的巨大战果, 楚剑秋高兴归高兴, 但当他清点了一番这次战争的消耗的时候, 楚剑秋却不由一阵心疼。 这一次的战争, 他消耗的资源实在太大了。 光是天眼镜初期的按摩族傀儡, 就损失了将近三百具, 天眼镜中期的按摩族傀儡, 也损失了一百多具, 按金色傀儡, 损失也达到二十多具, 至于布置沙鎮, 以及那些战争兵器所消耗的先天灵石, 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财富。 这一次战争的消耗, 把金龙分身上次从东海远古龙宫遗址带回来的先天灵石, 和天眼镜按摩族尸体所炼制成的傀儡, 消耗了大半。 当然, 这巨大的消耗虽然让楚剑秋心疼不已, 但对于这次取得的战果, 他还是很满意的。 这次不但全歼了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按摩族强者, 最为关键的是, 他们人族这边并没有出现什么人员伤亡。 我们这次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回去之后一定要设宴好好庆祝一番。 段谦和笑着说道, 是该好好庆祝一番。 林翠山文言也是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这庆功大宴你们说要在哪里摆? 在盗盟总部摆好呢还是在南州摆? 当然是在南州摆啊, 在盗盟总部有什么好摆的? 你林老儿穷的叮当响, 还有钱拿得出来摆宴。 段谦和瞥了他一眼说道, 段老哥说的在里, 是林某有点不自量力了。 听到段谦和这话, 林翠山也不生气, 哈哈一笑道, 楚香天, 这次的庆功大宴, 你得拿出点好东西来, 可别太寒碜了, 让人笑话。 段谦和转头看向楚香天说道, 听到段谦和这话, 楚香天瞬间猛了, 聊着聊着, 怎么聊到自己身上来了? 这要摆庆功宴的是你们官老子屁事, 又不是我说要摆庆功宴的。 而且他有个屁的好东西, 他的修炼资源都全是自己儿子楚剑秋供应给他的, 就他自身的身价来说, 也不比林醉山和段谦和好到哪里去。 正是, 楚香天, 难得我们人族取得如此大胜, 这次的庆功宴, 你可不能表现得太吝啬了, 是得拿点好东西出来, 款待款待大家, 林醉山也是在一旁附和他。 是啊,楚香天, 接下来可就看你的了, 可别在大家面前丢了脸。 段谦和又道, 见到这两人在自己面前一唱一和, 楚香天整张脸都黑了, 这两个不要脸的老东西, 真把自己当作冤大头了, 这么使劲地坑自己。 你们两个老东西真是的, 楚香天是那种吝啬的人吗, 谁不知道楚香天在道蒙中最是慷慨大方的。 此时, 龚阳叶叶凑上前来, 瞪了林醉山和段谦和一眼, 他转头对楚香天说道, 楚香天, 拿出点好东西出来, 酿瞎这两老东西的狗眼, 看他们以后, 还敢不敢这般质疑你。 任寰, 云星平, 端木舟等人, 一个个也都凑上前来, 都是连连附和着说道, 见到这帮不要脸的老东西, 如此一唱一和, 把自己高高地抬了起来, 楚香天虽然心中郁闷无比, 但现在这种情况, 也让他有点骑虎难下, 这些老东西, 都已经把戏台子搭起来了, 他总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直接拒绝吧, 那多没面子, 好说, 好说, 楚某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 楚香天脸上挤出几分笑容说道, 虽然他表面上很是随和客气, 但是心中, 却恨不得把林醉山, 断迁和这些不要脸的老东西, 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一遍, 坑人不是这么坑的, 见到楚香天答应下来, 林醉山, 断迁和等人, 脸上都是露出满意的神色, 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自然不好意思向楚剑秋开口, 虽然他们和楚剑秋称松道地, 但再怎么说, 楚剑秋也是他们的晚辈, 这些老东西虽然脸皮厚, 但总归也还是要点脸的, 但楚香天不同, 楚香天曾经在道蒙待了很长时间, 楚香天的真正成长, 也是在道蒙中成长起来的, 是属于地地道道的道蒙中人, 他们和楚香天的关系, 也更加亲近熟悉, 楚剑秋虽然也算是道蒙道子, 但他却并非是在道蒙中成长起来的, 而且, 楚剑秋在道蒙中待的时间, 少得可怜, 也没有使用过道蒙的资源, 反而是道蒙使用了玄剑宗大量资源, 受了楚剑秋的巨大恩惠, 他们才几处香天来, 根本用不着客气, 但要直接对楚剑秋开吼的话, 还是很不好意思的, 天舞大陆, 南海, 一座巨大无比的岛屿上, 这座岛屿虽然说是岛屿, 但疆域却极其广袤, 足有方圆百万亿里之巨, 和中州的羽明王朝的疆域差不多大, 这一座岛屿严格来说也并不是岛屿, 而是原南州疆域的一块大陆碎片, 曾经的南州疆域也是无比的广袤的, 虽然比不上中州, 但也大概有中州的三分之二大小, 但经过千万年前的那场大战, 整个南州和西南州都被打得四分五裂, 破碎成无数块碎片, 原本的南州也化成了南海, 那些大陆碎片漂浮在南海上, 成为了一座座巨大的岛屿, 这一座岛屿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块大陆碎片, 在这座岛屿的中央是一个浩瀚而广袤的深渊, 在深渊之下浓稠无比的黑气滚滚翻腾, 但是这些黑气无论再怎么挣扎, 却都无法逃离深渊, 因为在深渊的上面有着一个强大无比的封印, 把这些黑气给封锁在深渊里面, 在这深渊周围盘坐着一道道的人影, 为首之人是一名须发俱白的老者, 这些身影的数量足有上百道, 每一道身影身上都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从他们所散发的气息来看, 这些身影修为最低的, 都是天眼镜后期的修为, 至于那须发俱白的老者, 更是一名修为高达半步化洁境的决定强者, 这上百名强者就是人族最强的一拨人, 而他们的使命就是镇守着这个 已经绵延了上千万年的封印, 当然, 这一批镇守封印的人族强者, 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一批了, 上千万年岁月过去, 最早的那一批强者, 要么因为当年那一战受伤过重而陨落, 要么因为修为不够, 寿源耗尽消逝, 毕竟, 天眼镜强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寿源最长也就是一千万年而已, 格雷斯, 理查兹等一众按摩族强者, 之所以过了将近千万年, 都还依然活着, 那是因为他们一来是通过沉睡的手段, 二来是在黑暗深渊中, 有着按摩族的特殊宝物, 两种情况加起来, 这才延长了他们的寿命, 而在这里镇守封印的人族强者, 自然不可能有机会去沉睡, 实际上, 在这里镇守封印的人族强者, 已经过去好几代人了, 即使有年纪最长的那名, 虚发俱白的老者, 也都只是第二代的镇守者, 而并非是第一代镇守者, 第一代镇守者, 早就已经全部消失在光阴的长河里了, 上百名人族强者分散在深渊四周, 镇守着各自的方位, 忽然间, 那名虚发俱白的老者猛然睁开眼睛, 抬头朝着西边的天空望去, 下一刻他脸色瞬间大变, 有情况, 大家小心警戒, 虚发俱白的老者, 盯着天边那迅速朝着这边 靠近过来的一片黑云, 脸色凝重无比地说道, 他所一直担心的视角, 今天终于来了, 南州, 一众人族强者通过传送阵来到南州, 正大百庆功宴, 庆祝之前的大盛, 此时, 林醉山忽然取出了一枚通讯令牌, 神殿渗透进去读取了里面的讯息, 不好, 在读取里面的讯息之后, 林醉山瞬间脸色巨变, 整个人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林老二, 怎么了, 见到这一幕, 段千和等人纷纷朝着林醉山这边望了过来, 疑惑无比地问道, 他们还从来不曾见过林醉山如此失态, 究竟是什么事情, 居然让堂堂的道蒙副蒙主, 如此惊慌失措, 那无头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 居然并非是魔族真正隐藏的实力, 仅仅只是他们微不足道的一支小队而已, 魔族的真正主力, 去攻打封印了, 林醉山脸色凝重无比地说道, 什么, 那无头天眼镜巅峰那魔族强者, 并非是魔族隐藏的真正主力, 听到林醉山这话, 众人顿时不由大惊失色, 林盟主, 你刚才说魔族的真正主力, 去攻打封印了, 什么封印呢, 端木舟疑惑无比地问道, 他也算是道蒙的高层, 但从来没有听说过, 天武大陆有什么封印, 林老二, 难道刚才是鸡盟主给你传递的消息, 再听到林醉山那话, 段千和却也是脸色瞬间巨变, 整个人也忍不住, 忠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不错, 正是鸡盟主给我传递的消息, 林醉山脸色沉重地说道, 现在封印那边, 正在遭到魔族高手的疯狂攻击, 鸡盟主那边有些支撑不住了, 那这如何是好啊, 段千和文言焦急无比地说道, 封印那边距离这里路途遥远, 我们即使想要过去支援, 估计也来不及了, 林盟主, 段护法, 你们究竟在说什么, 什么魔族主力, 什么攻打封印, 你们可否详细说说, 听到林醉山和段千和之间的对话, 众人大都是一脸猛, 不知道两人在说什么, 此时啊, 楚湘天忍不住开口问道, 此事本来是盗盟的绝密, 但事到如今, 保不保密也没有这个必要了, 听到楚湘天的询问, 林醉山看了一眼中人, 沉生说道, 今天, 我就把这个秘密都告诉大家吧, 于是, 接下来林醉山把这个盗盟的绝密, 大略地向众人说了一遍, 原来在千万年前, 天武大陆遭到了一支天外而来的魔族大军的入侵, 这支天外而来的魔族大军首先降临之地, 正是天武大陆的南州, 这支魔族大军在来到天武大陆之后, 开始展开大肆的杀戮, 把天武大陆的生灵当作他们的血石来豢养, 魔族大军的入侵一时间, 使得天武大陆生灵涂炭, 哀鸿遍野, 天武大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为了抵挡魔族的入侵, 天武大陆各方势力联合起来, 组成联军, 一起对付魔族大军, 发起了反攻, 天武大陆的联军和魔族大军在南州和西南州, 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那一场大战极其惨烈, 把整个南州大陆和西南州大陆都打得破碎, 为了歼灭入侵天武大陆的魔族大军, 天武大陆的各族强者付出了惨痛无比的代价, 化洁镜以上的强者几乎死伤殆尽, 但即使如此, 天武大陆联军依然无法把入侵的魔族大军全部歼灭, 最终迫不得已之下, 天武大陆的化洁镜强者, 献祭自身, 布置下强大无比的封印, 把那些残存的魔族强者给封印住, 企图通过漫长的岁月, 慢慢把这些魔族强者磨死, 为了布置下那个强大的封禁大阵, 不但大量的化洁镜强者献祭自身, 而且还耗费了无数的资源宝物, 把整个天武大陆的灵气和能量都汇聚起来, 也正是因为布置了那个封禁大阵, 把天武大陆的灵气席卷一空, 才使得后来的天武大陆灵气变得极其稀薄, 天武大陆灵气变得稀薄, 也使得天武大陆出产的宝物资源, 再也难以达到先天级别的品质, 就更不用说达到化洁镜的级别了, 所以自那以后, 天武大陆的武者修炼至天眼镜, 便无比的艰难, 至于突破化洁镜, 这一千万年来更是一个都没有, 当年的那一战给天武大陆带来了无比致命的重创, 化洁镜强者全部陨落殆尽, 天眼镜强者也所剩无几, 在最后那一战的时候, 天武大陆的化洁镜强者虽然通过陷阱自身, 把大部分的魔族强者封印住了, 但却依然还有一只魔族的残军, 一路朝着大西州和西北州逃亡, 虽然人族知道有这么一只残军朝着大西州逃去, 但可惜, 那时候人族的伤亡太过惨重了, 已经无力再去追击那只逃亡大西州的魔族残军, 那一战的结果, 最终以南州和西南州被打得破碎, 人族强者死伤殆尽, 魔族化洁镜强者全部被封印, 大西州和西北州最终被那只魔族残军占据而告终, 这一千万年以来, 人族最强的那一波强者都在南海的一座岛屿, 也就是原来南州破碎剩下的一块大陆上镇守着封印, 防止封印被破坏, 免得那些化洁镜的魔族强者破风而出, 这件事情在人族高层一直都是最高的机密, 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即使在整个盗盟高层知道这个秘密的人都寥寥无几, 盗盟之所以把这件事情列为盗盟的最高机密, 一来是为了保证封印的安全, 毕竟封印之事涉及到整个天武大陆的生死存亡, 一旦封印遭到破坏, 被里面的化洁镜魔族强者破风而出, 天武大陆将会面临一场灭顶之灾, 现在的天武大陆可没有当年那么多的化洁镜强者, 来抵抗这些魔族强者了, 一旦这个秘密被太多的人知道, 难免会让一些别有用心之人, 或者一些被魔族收买之人, 从中搞破坏, 所以,为了保证封印的安全性, 盗盟把这件事情, 列为盗盟的最高机密来对待, 二来这样做也是为了稳定人心, 如果普通武者知道天武大陆居然还隐藏着 如此可怕的巨大隐患, 难免会引起恐慌, 打击人族的信心和士气, 一旦人族没有了信心和士气, 就很难支撑起抵挡魔族的心气, 毕竟光是目前这种情况, 人族之中就不乏主张向魔族华跪投降的投降派, 如果这个消息传播开来, 恐怕会有更多人丧失抵抗魔族的信心, 纷纷转向投降派, 让投降派的势力大涨, 正是基于这种种的顾虑, 所以盗盟才把这件事情列为绝密, 绝不允许随意泄露有关封印的任何消息, 这也就导致, 即使是有很多盗盟的高层, 对于这件事情也是一无所知的, 直到今天林醉山说出来, 种人这才知道原来人族所面临的危机, 远比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 听完林醉山的讲述后, 楚剑秋虽然感觉有几分惊讶, 但是却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当他在东海的远古龙宫遗址, 见识到那种种的场景之后, 他就感觉, 魔族隐藏在天舞大陆上的力量, 应该远不止贝鲁特这只在大西州的叫魔族, 毕竟, 当年入侵天舞大陆的那只魔族大军, 实力实在太可怕了, 如此强大的一只魔族大军, 真有这么容易被歼灭, 只留下大西州蒋魔族这一只, 微不足道的附属魔军, 尤其是暗魔族, 肉身防御力在整个诸天万界, 都是出了名的强悍, 楚剑秋从青衣小童那里得知, 暗魔族即使在诸天万界之中, 都是有名的难杀, 击败暗魔族的强者或许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 但是要杀死肉身防御力强悍无比的暗魔族强者, 实在太难太难了, 所以诸天万界中, 其他族群对付暗魔族强者的时候, 很多时候, 也是把他们给封印起来, 让光阴之力慢慢把他们给磨死, 现在听到临罪山这番话, 倒是验证了楚剑秋心中的猜想, 果然不出他所料, 魔族残留在天舞大陆的力量, 远比表面上的强大了无数倍, 而同样, 人族的实力也并非只是他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 留在中周中的人族强者, 并非是人族最顶尖的战力, 那些人族最为顶尖的力量, 都在南海中镇守着封印, 林盟主, 你所说的封印究竟在哪里? 楚剑秋看着临罪山问道, 原南州疆域的中部, 也就是这里, 临罪山手指在空中一点, 用真园在空中描绘了一张南州的地图, 指了指其中一个巨大的岛屿说道, 我先过去看看, 楚剑秋看了一眼林罪山所指的那个地方说道, 说着, 楚剑秋身形一闪, 来到了南州上空, 取出长剑, 一剑朝着南边方向批出, 撕裂了一道空间裂缝, 身形一闪, 进入空间裂缝中, 林罪山见到这一幕先是一愣, 进而这才想起, 楚剑秋可以通过撕裂空间赶路, 心中顿时大喜, 由楚剑秋赶过去, 或许就能够帮上大忙, 击退那些攻击封印的魔族强者也说不定, 楚剑秋接连撕裂空间, 来到了林罪山所描述的位置附近, 当他从空间裂缝中出来的时候, 果然见到在遥远的一座巨大岛屿的中央, 有着一个极其浩瀚的深渊, 在那深渊上方布置着一颗强大无比的封印, 这深渊周围矗立着一根根巨大无比的石柱, 每一根石柱上都转刻着悬傲复杂的符文, 在这些石柱的顶部还布置着无数强大无比的法宝, 这些法宝光是化解神兵就不下上百件, 至于先天法宝更是多的不计其数, 见到这一幕, 楚剑秋这才心中恍然, 怪不得天舞大陆的先天法宝如此稀缺了, 原来绝大部分的先天法宝都被拿来布置这封禁大阵了, 此时在封禁大阵附近正爆发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一百多名暗魔族强者正在和上百名的人族强者大战着, 这一场大战人族这边明显处于下风, 虽然双方的人数相差不大, 但暗魔族这边明显强者更多一些, 暗魔族这边修为最低的都是天眼镜巅峰的强者, 而且其中的半部化洁镜强者就不下十名, 而人族这边则大多数都是天眼镜后级强者, 半部化洁修为的只有一名须发俱白的老者, 在整体实力上, 人族这边和魔族那边相差实在太大了, 人族唯一有一些占据优势的就是地力, 因为这场大战就在这封禁大阵的附近爆发, 人族还可以调动这封禁大阵的力量来对敌, 所以还不至于直接被暗魔族给一边倒地碾压, 但即使有封禁大阵的力量相助, 人族这边支撑的也依然极其艰难, 因为在那些暗魔族强者和人族交战的时候, 封印下方也开始爆发一阵阵狂暴无比的力量, 在不断地冲击着封印, 而封禁大阵的大部分力量都用在镇压封印下方的暴动上, 那些镇守封印的人族强者也不敢调动太多的大阵之力来对敌, 生怕镇压封印的镇法之力不够, 被封印下面的魔族强者破风而出, 在魔族强者的猛烈攻击下, 人族强者只是在艰难地苦苦支撑着, 但从这形势来看, 人族这边落败是迟早的事情, 因为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见到那边大战的情想, 楚剑秋的脸色也是凝重无比, 虽然他猜到了魔族这次攻打封印的力量估计不弱, 但是当真正来到这里的时候, 才发现魔族的力量比他想象中的都还要强大, 整整一百多名天眼镜巅峰以上的暴魔族强者, 这其中还包括十名以上的半步化洁境强者, 这是一股何等可怕的力量, 要知道,之前光是为了对付格雷斯那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暴魔族强者, 他就耗费了那么大的力气, 更不用说要对付一百多名天眼镜巅峰以上的暴魔族强者了, 如此可怕的一股力量对如今的人族来说, 简直是令人绝望的, 面对如此强大的魔族力量, 楚剑秋也不敢贸然上前参战, 他如今的实力, 顶多也就相当于顶尖的天眼镜中级强者而已, 和这些至少都是天眼镜巅峰的暴魔族强者相比, 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他贸然上前参加战斗的话, 那简直和宋死无异, 不过, 楚剑秋虽然不敢亲自上前参与战斗, 但他还是放出了三十具暗金色傀儡, 朝着那边的战场飞去, 三十具暗金色傀儡, 就相当于是三十名顶尖的天眼镜巅峰强者战力, 有这三十具暗金色傀儡的帮助, 那边人族危急的情况应该会缓解不少, 咦, 这是传说中龙族的暗金色傀儡, 这暗金傀儡在千万年前, 不是已经在天舞大陆绝迹了吗, 怎么现在又出现了, 莫非当年远古龙族并没有真正覆灭, 见到那三十具暗金色傀儡杀过来, 一名轻袍牢者惊讶无比地说道, 管他是什么情况呢, 只要能帮我们杀敌, 那就是好事, 一名相貌轻躯的老者则是满脸惊喜地说道, 他们都没想到在这种危急时刻, 居然还能够得到如此巨大的一股助力, 原本在遭到这一股魔族力量攻击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绝望了, 毕竟他们都已经是人族最为顶尖的强者了, 连他们都已经顶不住, 整个天舞大陆又还有谁能够帮到他们, 这三十具暗金色傀儡的出现, 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意外之喜, 看来我们人族这些年来, 估计发生了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呢, 那名须发皆白的老者, 看了一眼遥远天边的那道青山身影, 有几分意味深长地说道, 楚剑秋的突然出现, 他们自然也注意到了, 但一开始的时候, 谁也不把这个气息平平的青山少年放在眼里, 毕竟一名区区飞声镜出气的舞者, 对于这样的战局来说, 又记得了什么事, 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青山少年手中居然拥有如此重宝, 整整三十具暗金色傀儡, 这已经是一股足以影响战局的力量了, 毕竟这任何一具暗金色傀儡, 都足以媲美天眼镜巅峰强者, 而且还是防御力极其惊人的天眼镜巅峰强者, 有了这三十具暗金色傀儡的加入, 人族这边的压力顿时轻松了不少, 他之前联系林醉山, 本意是让林醉山做好最后的准备, 把人族的精英撤回道蒙总部的传承之地中, 让天舞大陆的人族还有香火延续, 以其后世的复兴希望,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之前和林醉山的联系, 居然还能够给他带来如此巨大的意外之喜, 该死的贝鲁特, 居然胆敢向我们汇报假情报, 见到这三十具暗金色傀儡的出现, 暗魔族的半部化洁净强者胡尔达, 顿时愤怒无比地说道, 之前贝鲁特向他们汇报情况的时候, 居然说人族在中州留下的, 只有林醉山一个天眼镜后期舞者, 却没有说, 人族还藏有三十具暗金色傀儡如此强大的力量, 正是因为听信了贝鲁特提供的情报, 他们才只是让格雷斯, 理查兹等五名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 留下来相助贝鲁特, 以击退人族的大军, 但当这三十具暗金色傀儡出现的时候, 霍尔达等暗魔族强者就知道, 格雷斯、理查兹他们估计现在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这些暗金色傀儡任何一具都拥有天眼镜巅峰的战力, 而且防御力还坚固无比, 在综合战力上, 一具暗金色傀儡丝毫不弱于一名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 面对三十具暗金色傀儡的围攻, 格雷斯、理查兹他们如何抵挡得住? 遥远的天边, 楚剑秋看了一眼那边的战况, 最终身形一闪, 降落在岛屿的边缘, 开始布置传送阵, 那三十具暗金色傀儡的加入, 只是让人族这边暂时缓解了一下压力而已, 但要彻底抵挡住这些暗魔族强者的攻势, 也还是有点困难, 长久战斗下去, 人族这边还是会必败无疑, 因为人族这边, 之前之所以能够勉强抵挡住魔族的攻势, 除了依靠部分的封禁大阵力量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族强者, 都施展了燃烧生命潜力的禁术, 施展这样的禁术, 虽然让人族强者的战力大涨, 但一旦这禁术的效果消退, 人族的实力必然会大减, 那时候的局面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 要想击退这些暗魔族强者, 还是得让玄剑宗, 天凤宫和盗盟的强者赶过来支援, 那些暗魔族强者, 见到楚剑秋在岛屿的边缘捣鼓着, 虽然他们不知道楚剑秋 在捣鼓什么, 但生怕他又搞出什么幺蛾子来, 于是便有好几名暗魔族强者, 想要抽出身来, 朝着楚剑秋这边杀过来, 人族强者见状, 当然不会让暗魔族如愿, 立即分出人手来, 奋力阻挡着这些暗魔族强者, 阻止着他们向楚剑秋那边杀过去, 这边的战场, 距离楚剑秋布置传送镇的地方, 有着数十万亿里的距离, 本来即使没有干扰, 这些暗魔族强者, 要想赶到楚剑秋那里, 都要耗费不少时间, 而在人族强者的竭力阻拦下, 他们想要杀到楚剑秋的身边, 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了, 而这, 也给了楚剑秋布置传送镇的机会, 楚剑秋的手中, 本来就有很多已经炼制好的布镇材料, 所以, 他布置这个传送镇, 也并没有花多少时间, 很快就已经布置好了, 而在此时, 那几头朝着这边杀过来的暗魔族强者, 也终于突破了人族强者的阻拦, 杀到了身边, 正当那些暗魔族强者, 要对楚剑秋下手的时候, 此时, 一道阵法光芒在传送镇中闪起, 紧接着, 一道灵力无比的剑光, 朝着一头暗魔族强者劈了过去, 第一位从传送镇中出来的, 是楚剑秋的第三分身, 沈寒秋, 沈寒秋一从传送镇出来, 立即就和那几头杀到楚剑秋身边的暗魔族强者大战起来, 沈寒秋如今的实力, 本就不亚于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 在凭借手中的紫霄金剑, 更是足以勉强和半步化洁净的暗魔族强者媲美, 那几头朝着楚剑秋杀过来的暗魔族强者, 也只是天眼镜巅峰的修为而已, 又哪里是拥有紫霄金剑的沈寒秋的对手? 灵力无比的剑光不断亮起, 几头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转眼间便已经被沈寒秋的紫霄金剑重创, 沈寒秋所展现出来的强悍实力, 瞬间把暗魔族和仁族双方的强者都震惊了, 就连暗魔族的首领诺埃尔和仁族的首领那须发洁白的老者, 都忍不住朝着这边看了过来, 沈寒秋所展现出来的战力之强, 虽然比不上他们两人, 但也足以和普通的半部化洁净强者相比了, 这已经是足以对整个战局都能够产生影响的强大力量。 还没有等众人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传颂镇接连光芒闪烁, 临醉山断千和楚湘天天凤公主, 于静和洛雪平入化, 小青鸟宫也言, 胡白宁,狼奇,鲍杰等一众强者, 纷纷接连不断地从传颂镇中杀出。 这些玄剑宗, 天凤公和道蒙的强者, 在从传颂镇中杀出之后, 纷纷朝着那几名杀过来的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围杀过去。 经过之前围杀格雷斯那几头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的大战过后, 一众人族强者的信心大增, 也消除了心中对这些暗魔族强者的畏惧。 尤其是在众人见识过沈寒丘的实力之后, 更是信心十足。 那几头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 原本就在猝不及防之下被沈寒丘所伤。 现在再遭受到如此众多的人族强者围攻, 顿时情况更是不妙。 很快, 第一头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 就被沈寒丘一箭斩杀。 在战斗中, 众人很快就取得了默契, 形成强大的配合。 林醉山、楚湘天、 段千和等一众强者, 负责拖住这些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 而沈寒丘则是负责最后的出手斩杀。 毕竟, 林醉山、段千和楚湘天等人, 虽然拥有半部化解神兵, 借助半部化解神兵的威力, 实力也足以媲美一般的天眼镜巅峰强者。 但是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 肉身防御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以他们的实力还不足以破开这些天眼镜巅峰暗魔族强者的肉身防御, 所以他们所能够起到的作用, 也就是在对这些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进行牵制和围困。 能够做到斩杀这些天眼镜巅峰暗魔族强者的, 也就只有手持紫霄金剑的沈寒秋一人。 看着那边的战斗, 楚剑秋心中也是一阵暗自清醒。 幸好自己在这次行动之前到徐陵大陆, 向信约购买了这柄紫霄金剑, 这才让自己的第三分身拥有斩杀这些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的能力。 否则,要是没有这柄紫霄金剑的话, 自己的第三分身的实力虽强, 却也难以做到斩杀天眼镜巅峰暗魔族强者的地步。 这柄紫霄金剑价格虽高, 足足达到七百万亿九品灵士的天文数字, 但从它的威力来看, 还是很值得的。 另一边, 诺埃尔·胡尔达·戈尔德等一众暗魔族强者的半步化洁净首领, 见到那边的战况, 顿时不由又惊又怒, 这一刻, 他们真是杀了贝鲁特的心思都有了, 该死的贝鲁特, 居然敢对他们假传如此离谱的情报, 说什么人族留在中州的, 只有林醉山一个天眼镜后期的武者, 但现在, 这都已经杀出一群天眼镜后期武者了, 尤其是, 其中还有一个沈寒丘这种, 足以媲美半步化洁净强者的顶尖战力, 情报上的失误, 让他们吃了一个惨痛无比的大亏, 要是早知道人族留在中州那边的力量也如此强, 他们就不会只让格雷斯, 理查兹五名天眼镜巅峰难魔族强者, 留下来帮助贝鲁特抵挡人族大军, 而是会先集中力量, 把人族留在中州的力量, 先清除了再说, 而不至于让人族对他们进行各个击破, 正是因为情报的失误, 让他们对人族的轻视, 这才做出如此错误的决策, 贝鲁特简直是魔族的罪人, 他们现在甚至都已经有点怀疑, 贝鲁特是不是已经被人族给收买了, 暗中投靠人族, 目的就是为了祸害他们暗魔族, 这些暗魔族的首领心中惊怒之下, 其中之一的半步化接近强者胡尔达, 亲自带领数名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 朝着楚剑丘这边的战场杀了过来, 他们必须先毁了那传宗阵, 防止在中州那边, 有更多的人族强者跑过来支援, 否则再这样下去, 他们这次的行动恐怕都得失败了, 一旦他们这次的行动失败, 他们将再也没有任何可能打破封印, 把克里斯大帅他们从封印中救出来了, 因为人族吃了这次的亏之后, 不可能会再给他们机会, 有第二次的行动, 临罪山等人的出现, 让须发皆白老者等人族强者, 也都是不由一阵惊喜, 他们都没想到, 经过这么些年的发展, 人族的实力居然已经强大到如此地步, 对他们来说, 这还真是意外之喜, 尤其是那须发皆白的老者, 心中更是惊喜不已, 本来他向临罪山发送讯息, 只是让临罪山着手做好最后的准备, 却没想到这一次的通讯, 居然会给他们带来如此巨大的支援, 见到胡尔达带着几头天眼镜巅峰大谋族强者, 要朝着那边的战场杀讯, 须发皆白的老者心中一惊, 连忙就要阻止, 胡尔达可是半步化洁净的暗魔族强者, 要是他亲自带着几头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杀过去, 临罪山等人未必能够抵挡得住, 尤其是, 胡尔达还是一众暗魔族半步化洁净强者中最为强大的三名首领之一, 只是, 虚发皆白的老者虽然想要阻止胡尔达, 但胡尔达要走, 他又怎么可能阻止得了, 毕竟现场之中, 可不止胡尔达这一头半步化洁净的暗魔族。 当得知胡尔达的意图之后, 诺埃尔和戈尔德等半步化洁净的暗魔族强者, 自然全力配合胡尔达的行动, 在诺埃尔的亲自牵制下, 那虚发皆白的老者,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胡尔达带领数头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 朝着那边杀过去。 见到胡尔达带着几头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杀过来, 楚剑秋手一挥, 面前浮现出一座血色的宫殿, 正是那座半步化洁神兵的血神殿。 之前在对付格雷斯那五头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的时候, 姜柔便把那座半步化洁神兵的血神殿交回给了楚剑秋。 毕竟, 这座半步化洁神兵的血神殿在楚剑秋的手中, 可要比在他的手中所发挥的威力强大得多了。 对于姜柔的举动, 楚剑秋倒也没有拒绝。 在这种级别的战争中可不是客气的时候, 自然要尽量把这种威力巨大的宝物利用最大化。 而且, 这次战争, 楚剑秋并没有让姜柔参与, 而是让姜柔在南州中帮忙镇守玄剑宗。 因为这次的战争实在太过凶险了, 楚剑秋可不想让自己母亲有个什么闪失。 楚剑秋身行一闪, 进入血神殿中, 驾驭着血神殿朝着实力最强的胡尔达冲了过去。 宫殿堡垒类法宝, 在所有类型的法宝中几乎是位力最强的一种。 而且, 由于这种类型的法宝, 有着强大无比的防御力, 只要防御没有被攻破, 在宫殿里面的人就不会受到伤害, 可以说是保命的无上之保。 也正是凭借着这座半部化洁神兵级别的血神殿, 楚剑秋才敢直接正面和胡尔达这种半部化洁镜级别的按摩族强制硬刚。 即使他打不过对方, 凭借血神殿的防护还是可以自保的。 血神殿? 见到楚剑秋驾驭着血神殿朝着自己冲过来, 胡尔达心中不由一睁, 脸上露出几分不可思议的神色。 这人族蝼蚁居然拥有血神殿,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在诸天万戒之中, 人族和血族同样也是死敌, 两者之间是不可能会合作联手的。 而血神殿在血族之中可是非常著名的宝物, 这种法宝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防御力都非常强悍, 血族怎么可能会把如此重宝送给一名人族舞者? 胡尔达此时虽然心中疑惑重重, 但面对已经杀到跟前的那座血神殿, 他也只能迎战。 以楚剑秋的实力, 还无法真正发挥出血神殿的真正威力, 对于伤害胡尔达这种级别的暗魔族强者还是做不到的, 但他利用血神殿的坚固防御力, 还是把胡尔达给牵制住了。 楚剑秋利用血神殿, 牵制住实力最强的胡尔达, 而他的第三分身沈寒秋, 则是和林醉山段谦和, 楚湘天, 鹿化小青鸟和龚叶炎等人, 对付其他的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 由于有了这几头新的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强者的加入, 沈寒秋和林醉山, 段谦和楚湘天等人对付起来, 也就没有一开始那么轻松了, 一时间, 双方陷入了艰苦的熬战之中。 见到这一幕, 楚剑秋迫不得已, 在南州的乌构分身, 只能开始调动机关营的将士, 开始运送那些战争兵器过来进行支援, 光靠他们现在这些人, 可无法击退这些暗魔族强者, 而且, 这场战争拖的时间越久, 对人族这边越是不利, 因为人族那边的很多强者, 都是施展了燃烧生命潜力的技术的, 这注定他们无法久战, 所以, 这场战争必须速战速决, 尽量争取在那些人族强者的禁术力量消退之前, 把这些暗魔族强者击退, 楚剑秋并没有打算把这些暗魔族强者歼灭, 因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一百多名的天眼镜巅峰以上的暗魔族强者, 尤其是还有至少十名的半部化洁境的暗魔族强者, 如此可怕的一股力量, 即使把玄剑宗和盗盟所有的力量都带过来支援, 都不可能把他们歼灭, 能够把他们击退已经算是谢天谢地了, 在楚剑秋的无垢分身的调动下, 一众机关营的将士, 把一具具庞大无比的战争兵器, 从南州搬到了这座岛屿上, 跟着这些机关营将士一起过来的, 还有诸葛兵, 许恒虎, 周灵, 百里哲, 于石, 沈西涵等一众天眼镜初期的暗魔族, 本来, 这一次的战争, 楚剑秋和林醉山都不打算让天眼镜中期以下的暗魔族, 毕竟这种级别的战争, 让天眼镜初期的舞者参与进来,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一个不小心, 就有可能会让这些天眼镜初期的舞者, 出现巨大的伤亡, 但战局进行到这个地步, 他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一旦被这些暗魔族的计划得逞, 让他们打破封印, 把封印下面的化洁性暗魔族强者放出来, 那对天舞大陆来说, 才真正是一场巨大无比的灭顶之灾, 当然, 楚剑秋让这些天眼镜初期的舞者过来, 也并没有让他们参战, 而是让他们保护那些机关营的将士, 毕竟, 那些机关营的将士, 大多数都是非生境的秀伟, 一旦被那些暗魔族强者逼近, 是毫无半点的抵抗之力的, 有这些天眼镜初期的舞者在, 他们虽然也不是这些天眼镜巅峰的暗魔族, 强者的对手, 但是结成战阵的情况下, 在借助一些扶阵之力, 还是勉强可以支撑得了一时半会儿的, 这次被调动过来的, 也不单是只有机关营的将士, 还有扶阵房的扶阵师, 建筑房的建筑师, 以及神剑军, 玄剑军, 储军, 大量的将士, 源源不断地从传送阵中涌出, 玄剑军, 储军, 神剑军等一众将士, 使用十万人级别的八阶极品战阵甲兵, 组成一具具身高万丈的金甲巨人, 这些金甲巨人, 按照大庚金战阵的阵型, 结成一个强大无比的战阵, 不过, 这些金甲巨人, 在结成大庚金战阵之后, 却并没有去参与战斗, 而是摆出防守的阵型, 楚剑军把这些大军调过来, 也不是让他们参战的, 而是让他们守护机关营将士的, 这些玄剑军, 储军和神剑军的将士, 组合成大庚金战阵, 虽然也能够爆发出极其惊人的战力, 但一旦被毁, 所造成的损伤也是极其惨重的, 楚剑军并不想让这些将士们, 去和那些暗魔族强者去拼消耗, 因为现在局势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在那些玄剑军, 楚军和神剑军的将士结成防御战阵之后, 接下来动作的, 是建筑房的建筑师和扶阵的扶阵师, 建筑房房主汤景山双手往地上一按, 在他的土之大道的调动下, 无数的泥土从地上涌起, 这些泥土逐渐化成一个巨大的堡垒, 其他的建筑师也是共同努力迅速地修建着, 很快, 一座简易的城池便已经建造了出来, 在城池建造出来之后, 将冀和龚野陵带领着扶阵房的扶阵师, 开始在这座简易的城池上布置着各种大阵, 在无数建筑师扶阵师的努力下, 一座防御力坚固的要塞堡垒就这样形成了, 随后, 机关营的将士把一具具巨大的战争兵器摆在这座城池的城头上, 开始对着那些暗魔族强者瞄准, 对于玄剑宗的这些动作, 暗魔族的强者自然也是看在眼里, 他们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玄剑宗的行为, 很多暗魔族的强者都想要朝着这边冲过来, 破坏玄剑宗的行动, 但楚建秋、沈寒秋、林醉山断迁和楚湘天等人, 又岂会让他们得逞, 自然竭力阻拦他们冲过来, 在人族一众高手的竭力阻拦下, 大部分的暗魔族强者都被阻拦了下来, 只有少部分的暗魔族强者突破重围, 冲到大阵面前, 不过, 这少部分冲到大阵面前的暗魔族强者, 却早已经被阎阵一带的, 一众玄剑宗将士所结成的大更金战阵, 所发起的猛烈攻击所诛杀, 如此众多的玄剑宗将士所结成的大更金战阵, 威力也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他们直接进入到战场上去参与正面的战斗, 或许还有很大的危险, 但集成战阵以守株待兔的方式, 等着那些暗魔族强者送上门来, 就既能够爆发出最大的战力, 却又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 单单两三头的天眼镜巅峰暗魔族, 在如此强大的战争面前, 还是很不够看的, 在好几头天眼镜巅峰暗魔族强者冲到战争面前, 被大更金战争给逐杀后, 那些暗魔族强者顿时也不由被这可怕的战争所爆发出来的威力给惊呆了, 人族每一次所展现出来的底蕴和实力, 都让他们心中震撼无比, 这千万年来, 人族究竟发展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 当年那一战结束之后, 他们是可以确定, 人族已经元气大伤, 已经无力对他们进行追杀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这一波残余的暗魔族强者, 才那么放心地在大西州的黑暗深渊沉睡养伤, 如果在千万年前, 人族的残余力量还有这么强大, 恐怕人族大军早就已经攻打进黑暗深渊了, 哪里还会等到现在? 没想到, 经过千万年的发展, 人族非但没有衰落, 反而好像还重新崛起了, 在见识到人族大军所展现出来的战力之后, 诺埃尔、 胡尔达和戈尔德等暗魔族强者, 对贝鲁特就更加痛恨了, 该死的贝鲁特, 居然给他们提供如此虚假的情报, 对他们造成如此致命的误导, 他们已经可以肯定, 贝鲁特肯定是已经被人族给收买了, 或者是贪生怕死的贝鲁特, 在见识到人族的实力之后, 心中畏惧之下, 就投降了人族, 所以这才配合人族设下了如此巨大的陷阱等着他们, 当见识到人族大军战争的威力之后, 诺埃尔、 戈尔德等一众暗魔族强者, 当即舍弃了攻打封印的打算, 全部都朝着人族大军这边杀了过来, 他们打算, 先解决了这些人族大军, 和破坏掉那个传送阵再说, 免得人族从那传送阵中弄来更多可怕的支援, 见到诺埃尔等暗魔族强者的行动, 楚剑球心中不由意见, 光凭他们玄剑宗、 天凤公和林醉山这些盗蒙的强者, 可无法阻挡得了如此众多的暗魔族强者的进攻, 好在, 那须发揭白的老者等镇守封印的人族强者, 在看出暗魔族的意图之后, 也是竭尽全力地去阻挡暗魔族的行动, 甚至, 那须发揭白老者还不惜调动更多的封禁大阵的力量, 来阻拦诺埃尔等暗魔族的行动, 不过, 那须发揭白老者这般一番动作下, 却使得那封禁大阵的力量有点减弱了, 在封印底下那股可怕无比的力量的冲击下轰然一声, 封印的表面居然已经开始裂开几道裂缝, 基于盟主, 不能再调动封禁大阵的力量了, 否则这封印, 真要镇压不住地下的魔物了, 一名甘树老者见到这一幕, 脸上顿时不由一阵变色, 冲着那须发揭白老者喝道, 听到甘树老者这一话, 那名叫基于的须发揭白老者, 也不由一阵迟疑, 他看了一眼正在被不断冲击着的封印, 最终深深吸了一口气, 还是不敢继续调动封禁大阵的力量来对敌, 毕竟这封印下面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 一旦让他们破风而出, 那才是天舞大陆真正的灾难, 不过, 名叫基于的须发揭白老者, 虽然不敢继续调动过多的封禁大阵的力量来对敌, 但是由于他们刚才的阻拦, 已经为玄建宗那边赢得了时间, 当诺安尔等按摩族强者, 冲破这些人族强者阻拦的防线, 朝着玄建宗大军方向冲过去的时候, 玄建宗的那座要塞城堡, 已经建造了起来, 一句句庞大的战争兵器, 已经架设在城头上, 看着那些冲过来的按摩族强者, 机关营主将张成脸色沉素, 沉声喝道, 终将是听令, 给我轰! 在张成的一声令下, 数百具战争兵器同时爆发, 一道道巨大的光柱, 朝着那些冲过来的按摩族强者轰了过去, 这些光柱的来势实在太快了, 而那些按摩族强者, 又没有料到这些战争兵器的威力这么大, 一时间, 大半的按摩族强者, 都被这些战争兵器正面轰了个正着, 这些战争兵器, 全部都是先天上品和先天极品的战争兵器, 只要被正面轰中, 即使是以按摩族强者的防御力之强悍, 也非受伤不可, 甚至有一些在之前和人族强者交战中, 本就受伤不清的天眼镜巅峰按摩族强者, 被这些战争兵器正面轰重之后, 居然当场被击毙, 见到这一幕, 诺埃尔脸色不由难看无比, 他实在想不到, 这次的行动最终居然会发展成这样, 以这些战争兵器的威力, 再加上那座城池要塞上, 早已经摆好的森严无比的战阵, 他们要想冲到那座城池要塞面前, 干掉那支大军, 恐怕会损失不小, 而且这沿途上, 这些人族强者也不会在一旁干看着, 在一众人族强者和这些战争兵器的配合下, 等他们冲到那座城池要塞面前, 恐怕付出的代价会超出他们的想象, 一旦他们损失过大, 今天的行动可就很有可能会失败了, 而一旦他们今天的行动失败, 可就再没有第二次机会, 可以把克里斯大帅他们从封印中救出来了, 诺埃尔脸色阴沉地看了眼远处的那座新建起来的城池, 最终还是放弃了攻打那座城池的打算, 大家全力以赴, 不惜一切代价, 打破封印, 诺埃尔对一众按摩族强者下令道, 在一开始的时候, 由于他们按摩族这边占据绝对的优势, 所以对于攻打封印之势, 一众按摩族强者并没有太过着急, 而是按照损失最小的, 最为稳妥的方案进行, 毕竟如果不用死的话, 谁也不想死, 而在一开始的时候, 以按摩族强者所占据的绝对优势, 人族落败是迟早的事情, 只要把这些镇守封印的人族强者全部杀了, 到时候再来慢慢打开封印就容易得多了, 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 由于人族支援力量的到来, 他们按摩族这边已经很难占据绝对的优势, 而且他们还不知道人族究竟还有多少力量没有到来, 事情久拖下去, 恐怕持则生变, 所以一众按摩族强者开始改变策略, 集中力量开始疯狂地攻击封印, 而感受到外面攻击封印的力量加大, 封印底下冲击封印的力量, 顿时也开始变得更加剧烈了, 在两者里应外合的配合下, 咔嚓咔嚓, 一声碎裂的声音响起, 封印的表面上开始裂开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见到这一幕, 一众人族强者不由大惊失色, 那些镇守封印的人族强者也开始更加拼命地阻挡着按摩族强者对封印的破坏, 另一边, 楚剑秋见到那一幕, 心中也是有几分交集, 他驾驭着血神殿, 朝着封印这边直接冲了过来, 南州, 楚剑秋的无垢分身通过传送阵, 前往东海十大霸主的足地, 开始把东海十大霸主的那些非生境大军也开始调动过来, 东海十大霸主的老巢早就已经被楚剑秋带领玄剑宗的高手给端了, 而这十大霸主所留下来的非生境大军也都被楚剑秋给收服, 东海十大霸主所留下的非生境大军数量非常多, 光是蛟龙族就有三十万非生境大军, 其他九大霸主虽然非生境大军数量要比蛟龙族少一些, 但即使最弱的海象妖族也有十五万非生境大军, 东海十大霸主的所有非生境大军加起来达到了两百多万, 这是一股非常可怕的力量。 本来楚剑秋是不想调动这两百多万非生境大军的, 一来他对这些东海海族的非生境大军并没有怎么经过玄剑宗的战争训练, 二来这些非生境大军也还没有装备有战阵甲兵, 直接就让他们这么上战场, 是很难发挥出这些海族非生境大军的真正战力的, 但如今事态紧急, 也容不得他考虑那么多了, 现在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先把那些暗魔族强者击退再说, 在楚剑秋无构分身的调动下, 大量的海族非生境大军通过传送阵, 源源不断地前往南州, 再通过南州的传送阵前往那个封印岛屿, 当见到铺天盖地的海族非生境大军出现在岛屿上的时候, 人族这边是大戏过往, 而暗魔族那边则是巨然变色, 他们实在没有想到, 人族居然连海族的非生境大军都能够调动, 从这些海族非生境大军的数量来看, 族族超过了两百万, 即使他们这些暗魔族强者实力强大无比, 但是两百多万的非生境大军也不由让他们一阵暗自心惊, 如果光是对付这两百多万的非生境大军, 他们这些暗魔族强者自然不惧, 但关键是他们现在所面对的, 可并不单只是这两百多万的海族非生境大军, 还有大量人族的天眼镜强者, 以及数百具威力巨大的战争兵器, 还有三十具战力强悍的暗金色傀儡, 要说之前, 人族所调动的力量顶多也只是和他们相差无几, 但当这两百多万海族的非生境大军出现的时候, 人族这边的力量已经对他们形成绝对的优势了, 一旦久站下去, 他们暗魔族必败无疑, 快, 不能再脱了, 诺埃尔脸色冰冷无比的大喝道, 听到诺埃尔这话, 再看看那铺天盖地的朝着这边飞过来的两百多万非生境大军, 一众暗魔族强者脸色都是难看无比, 诺埃尔, 以后记得替我报仇, 暗魔族三大首领之一的戈尔德, 看着那些正迅速飞过来的海族非生境大军, 最终一咬牙, 转头对诺埃尔说道, 说着, 戈尔德直接身形一闪, 朝着封印冲了过去, 与此同时, 他身上开始散发着耀眼的黑光, 下一刻, 轰然一声巨响, 戈尔德整个人都爆炸开来, 恐怖无比的爆炸威力轰击在封印上, 顿时使得封印表面的裂痕更加巨大了, 见到这一幕, 一众人族强者顿时不由惊呆了, 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这名最强的暗魔族强者之一, 堂堂的半部化洁镜的暗魔族, 居然会选择自爆, 就连诺埃尔都被戈尔德的动作惊得呆住了, 他也没有想到, 戈尔德居然会选择自爆来攻击封印, 毕竟, 到了他们这种修为的强者, 哪一个不是极其惜命的, 戈尔德选择自爆的举动, 着实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不过, 戈尔德的动作显然也激起了这些暗魔族强者的凶性, 大家还怕什么, 都拼了, 反正今天如果不成功的话, 我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还不如放手一搏, 又一名半步化洁净的暗魔族强者大喝道, 说吧, 这名半步化洁净的暗魔族强者, 也跟着朝着封印冲去, 轰然一声, 以自爆来攻击封印, 听到这名半步化洁净的暗魔族强者这话, 那些暗魔族强者, 一个个都是凶性大发, 前赴后继的以自爆来攻击封印, 刚才那名半步化洁净的暗魔族强者说得不错, 今天的行动如果不成功的话, 他们的确也活不了多久了, 在千万年前的那一战, 他们本来就受到了极其沉重的伤势, 虽然经过上千万年的沉睡, 让他们的伤势恢复了大半, 但千万年岁月过去, 也让他们的寿缘消耗得差不多了, 毕竟, 天眼镜强者寿缘最长的, 也只不过是千万年而已, 他们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 一来是因为沉睡, 本来就有助于延长寿命, 二来也是因为借助了他们暗魔族的一件宝物, 来延长他们的寿缘, 但即使如此, 他们所剩下的寿缘也已经不多了, 除非他们能够得到大机缘, 在修为上有进一步的提升, 突破到化洁净, 否则他们能够活的时间, 也剩不了多久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些暗魔族强者才会如此凶悍, 毫不畏死的前赴后继, 以自暴来攻击封印, 要是他们还有大把岁月可活的话, 这些暗魔族强者未必会如此不惜幸免, 在这些暗魔族强者前赴后继的自暴来攻击封印, 那封印上面的裂缝顿时越来越多了, 而那些镇守封印的人族强者见到这一幕, 也是束手无策, 对于这些暗魔族强者的举动, 他们根本就无法阻拦, 这些暗魔族强者现在都已经不怕死了, 他们还怎么阻拦得了, 如果靠近过去, 反而正好上前去纵死, 因为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天眼镜巅峰, 甚至是半步化洁净暗魔族强者的自暴威力, 即使是人族的最强者, 道蒙蒙主机遇, 在半步化洁净的暗魔族强者自暴威力之下, 也必然会被重创, 甚至被拖着一起同归于尽, 所以, 再见到这些暗魔族强者如此疯狂的举动, 这些镇守封印的人族强者, 非但不敢上前阻拦, 反而退了开去, 避开那些暗魔族强者的自暴区域, 他们唯一所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全力以赴地去维持封印的稳定, 一众镇守封印的人族强者, 不顾一切地把自身真元, 疯狂灌注进封禁大阵中, 拼命维持着封印的稳定, 楚剑丘、沈寒丘、 林醉山、楚湘天、 段谦和等人, 此时也顾不得去杀敌了, 也连忙赶过来, 把真元灌注进封禁大阵中, 帮忙维持着封印的稳定, 现在再去和那些暗魔族强者厮杀,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面对这些已经发了疯的暗魔族强者跑上前去, 简直就是送死, 因为万一那些暗魔族强者自暴的话, 即使是实力最强的沈寒丘, 估计都经受不住, 但可惜, 那些天眼镜巅峰和半步化洁净的暗魔族强者, 自暴的威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即使众人拼命维持着封禁大阵的稳定, 那封印最终依然被炸开了一个大洞, 当封印上被炸开了这个大洞之后, 一只巨大无比布满林甲的手掌, 从那封印的大洞中伸了出来, 一股可怕无比的威压, 从这只布满漆黑林甲的黑色巨手中散发开来, 让众人感觉到一阵窒息, 这一股可怕无比的威压, 已经超出了天眼镜的生命范畴, 达到了另一个层次, 看着那只从封印的大洞中伸出来的巨手, 一众人族强者心中不由一沉, 他们最害怕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一旦这封印下面的存在破风而出, 他们人族谁还能够抵挡得住, 想到这里, 众人心中不由一阵绝望, 由于心中的绝望和沮丧, 一时间众人连维持阵法都忘了, 使得封禁大阵的力量大减, 大家不要停, 继续撑住, 这封禁大阵没有那么容易破的, 前到这一幕, 楚剑秋大喝道, 这封印虽然表面上被炸出了一个大洞, 但整个封禁大阵的力量是一体的, 那魔物要想从封印中出来, 没有这么容易, 大家可不要被这表面的现象给骗了, 他们按摩族的数量有限, 我就不信, 他们所有的按摩族都会自爆, 楚剑秋的阵法造诣何等了得, 他一眼就看清楚了这封禁大阵的奥妙, 如果让他布置出这么一个强大无比的封禁大阵, 受修为所限, 他暂时还无法做到, 但是看清楚这个封禁大阵的运行和奥妙, 他还是可以轻易做到的, 听到楚剑秋这话, 众人顿时居然从绝望沮丧中惊醒, 他们朝着那只从封印中伸出来的巨手望去, 果然如楚剑秋所说的那样, 那只巨手虽然从封印中伸出来, 但要想离开封印, 却极其缓慢, 整只巨手上就犹如压着万座大山一般沉重, 很显然, 这只巨手还受到整个封禁大阵的距离束缚, 要想从封印底部出来, 显然并不容易, 连这只巨手想要从封印下面出手都如此困难, 那整个魔物想要突破封印, 从封印底下脱身而出, 显然更不容易, 当发现这一幕的时候, 一众人族强者心中都不由大喜, 士气和信心立即就又迅速恢复了, 众人开始拼命地把真元灌注进封禁大阵中, 竭力维持着封印的稳定, 楚剑球手中法爵掐动, 调动着封禁大阵的力量, 朝着那只伸出封印的巨手缠绕过去, 以楚剑球目前的修为, 虽然无法布置出如此威力巨大的阵法, 但是他借助众人的力量, 操控着阵法还是可以做到的, 在楚剑球的操控下, 这封禁大阵的威力瞬间大增, 把那只刚刚伸出封印的巨手压得向下一沉, 见到这一幕, 一众人族的强者心中更是又惊又戏, 那些镇守封印的人族强者, 不由纷纷朝着楚剑球看了过来, 眼中都是露出惊艳无比的神色, 这青山少年究竟是什么人, 真是好一个爵士英才, 楚剑球之前的表现就已经惊艳到众人了, 而现在, 这些镇守封印的人族强者, 见到这青山少年, 虽然一眼就看出了这封禁大阵的奥妙, 而且现在居然还能够操控这封禁大阵, 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威力, 要知道, 就连人族的领袖, 倒盟的盟主姬羽, 对这封禁大阵的操控都达不到如此威力, 但现在, 这么一个区区飞升镜初期的少年, 却就完成了如此惊人的壮举, 这着实令他们感觉匪夷所思, 这封禁大阵, 是当年无数人族的化洁镜强者, 花费巨大的代价, 联手布置下来的, 其复杂奥妙, 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一般的天眼镜舞者, 连这个封禁大阵的皮毛都搞不清楚, 就更不用说操控了, 就连这封印的第一代镇守者, 当年就没有完全搞清楚, 这封禁大阵的奥妙, 等到第一代镇守者逝去之后, 封禁大阵交道基于这一代镇守者的手中的时候, 他们对这封禁大阵的理解和掌握, 也就更差了, 封禁大阵挣扫一个耳��境的同时,